前文在族的書籍上一回 話說楊中英見到苗秀英和姜翠萍這樣走了 自己也覺得心實實 她想 我今天這件事搞得不妥當 千萬不要讓木元帥知道 知道我就有罪了 於是她一揮手就命令收兵回迎 扣準在旁邊看得清清楚楚 她靜靜把楊中英拉到一邊 逐一逐二地問她 楊中英很信扣準 當她是個資深人 就把這件事的前因後果說出來 扣準聽了生氣得不得了 她心想 楊中英你這個人真是沒有良心 你等著來 我非說給木元帥聽不可 真是 扣準這頭聽完 那頭就靜靜對木桂英說 她說 元帥 這件事楊中英做得認真不對 人家姜翠萍把解藥都送給我們 也答應歸信我們 誰知又被楊中英逼走了 木元帥 你一定要她找姜翠萍回來才行 否則 人家就會說你們楊家不夠仁義 木桂英聽了 她說 扣大人請你放心 我才有辦法 到了第二天 木桂英聲張 各位將軍參見我元帥之後 分開兩旁站立 木桂英點元帽 啪這樣一拍張台 楊中英 末章在 我來問你 昨天姜翠萍和苗秀英來找你 什麼都沒有說 為什麼這樣就走了 呃 你真是大膽啊 竟然膽敢欺騙姜翠萍 又欲楊家將的明星 現在我命令你 帶領楊中寶和楊中緬一起出戰 一 要找回姜翠萍回來 二 要戰勝姜德 如果兩件事你都做不到 就兩罪驅乏 定斬不搖 呃 末將遵令 楊中英想了 哈 哪個這麼可惡 穿我煲呢 她看一看扣准 哈哈 見到扣准兩隻手在裂下裂下鬍鬍鬍 斬斬眼啊 話說楊中英和楊中寶 楊中緬走出碎將的心想 那 你跟她哪裏找姜翠萍好呢 咦 索勝姜找姜德先 一來 收回她的飛刀 二來 可以問她姜翠萍在不在這 一如這樣說 她是帶領三千人馬 來到袁武陣前排開隊伍 叫楊中寶楊中緬和她壓陣 她自己約馬停槍 向她敵陣衝過去 這個時候 姜德得到報告已經來到戰陣中心 擺開人馬等著她來 姜德看 只見來將全副規格 騎著匹保馬 所以她認不出這個楊中英 她趨馬上前大喊一聲 她 她 內將何人 快快報名受死 師兄 是誰的後代 我早居山西火塘寨 身為搬到京城天坡府 我爺爺是金刀令宮楊雞業 我爹是七郎楊賢子 我叫做楊中英 蛤? 你是楊家的後代 好了 還有 昨晚你的寶貝徒弟 用皮丹包著 托到你的房間 被你妹妹解開那個人 也是我來 哈哈 哎呀 氣死我了 楊中英 你 你不是我的師弟 你是我的仇人 從此來 你搶了我妹妹的寶馬 押走了我的解藥 你還裝男扮女大罵我的軍營 你有什麼面子再來見我 哎呀 師兄 你講這些說話 真是不會醜 你強搶梁家女子 我本來想打抱不平去教訓你的 怎知道見不到你 就見到你妹妹 她又將終身許配給我 現在呢 你又是我的師兄 又是我的大舅 好 我們是一家人 這樣呢 你都過來我這邊好嗎 這幾句說話 激到姜德 被都歪了 她妹妹走了幾天 沒有回來 她正是派人四周圍 那麼穩 現在聽楊中英爆出她這樣的說話 她以為我妹妹真的去了宋軍那邊 她咬到牙關 她咬到牙關 把金貝大刀一橫 她說 楊中英呀楊中英 原來是你把我妹妹拐走了 嘿嘿 沒錯了 嘩 想當初你們楊家殺了我全家老小 今天 你又到來跟我作對 今天我要攔你的命 講完就想動手 楊中英說 閉字 師兄 我是奉了師父的命令來的 你偷走了飛刀 還將飛刀浸了毒藥 用來傷害忠心補國的將軍 師父知道了 生氣得不得了 他叫我來勸你改邪歸整 氣暗投名 還有 你說楊家跟你有血海深仇 我問過了 他們沒有做過這樣的事 實在有些壞人在哭害楊家將 師兄 你快點過來吧 你們姜家的毛頭冤案 可以請購准購大人審問 購大人是鐵面無私的清官來 如果他審出來 確是楊家害了你們姜家 我們任你千刀萬斬 如果沒有這樣的事 楊家也要洗雪清白 師兄 我不怕跟你說一句 你不要刺著你有飛刀 沒有用的 你那兩道散手 我都會 你膽敢動手 你不會有好結果的 你呀呀 被 起死我了 看刀 姜德武起大刀 對著楊宗英就斬過去 楊宗英把他身一閃 那姜德這刀就斬空了 姜德刀鋒一轉 又來過順水推舟 楊宗英一轉身 也閃開了 姜德突然來過空前掛印又一刀 楊宗英也被開了 這陣時楊宗英一勒戰馬大聲 姜德 我現在讓你三招 第一招 你是我的師兄 我不能以小範大 第二招 姜翠平將終身許配給我 你是我的大舅 第三招 楊家將大仁大義不同的計較 歡迎你過來 三招讓完了 如果還想動手 我楊宗英就不客氣了 你不客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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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刀 一刀斬過來 楊宗英火起了 一聽手中兩銀槍 趴向外一架 出聲跟著進招 姜德連亡勒轉戰馬 舉刀相迎 兩人變招喚式 大戰起來 兩邊的軍隊雷鼓納喊助威 兩人打了足足二十個回合 還有不分勝敗 姜德力大 刀法亦精通 但這個家伙不學好 非常浮滑 所以功夫不夠紮實 楊宗英又怎樣呢 沒錯他年紀是小些 學的時間也沒有姜德那麼久 但他武藝純屬紮實 姜德想 我們兩個都是一個師傅教出來的 哪個招數是怎樣的 大家都明白 只是靠刀法我贏他不到 一定拿著招出來治他才行 想到這事 姜德去訪一刀 勒轉戰馬 伏伏聲就落荒而走 楊宗英一看 什麼你想走啊 不行 你一走我怎樣交差啊 穆元帥有領 第一 就要請姜翠平回來 第二 要打贏這個姜德 如果我一戰都做不到 我回去就要人頭落地 慢著 你走到天腳底我這裏追 那一吹戰馬在後面 就緊緊地追趕 姜德聽著後面的馬提聲 等楊宗英距離自己對遠近 夠暴躁 就把大刀掛起來 偷偷掏出三把飛刀 猛然一轉身 出出出出 三把飛刀先後打出去 只見三道韓光 直奔楊宗英 楊宗英早有防備 他掛起亮銀槍 等飛刀飛到眼前 楊過刀尖突然伸出雙手 快如閃電 就把兩把飛刀刀柄的紅丑握著 就在這時候 第三把飛刀對著他喉嚨飛過來 楊宗英兩個手都握著飛刀 他哪有第三個手 即使快要求 會者不忘 但也亡者不會 若然他輕輕將肚臀握 關於刀尖 一開口 喉一淡 把刀壁的紅丑咬著 认真好功夫 杨忠英将收到的三把飞刀 插入他自己的标囊里面 师傅的刀钊就放到标囊里头 然后他又扔出另外三个刀钊 对着姜德大声喊 师兄啊,你看一下 这里还有三个胸的 你还有没有飞刀啊,来吧 姜德一看,害怕了 刀钊在就如同师傅在 而且袁武镇大誓意去 不如走嘛 于是姜德勃马向着山里跑 杨忠英率领着杨忠宝和杨忠面 窮追不舍 姜德跑去山咬 转过一座石岩,眼看着被杨忠英追上 突然一声跑响 在山坡上冲出一标,人马拦住了去路 姜德以为这次实死无疑了 谁知对面当先一元女将高声大叫 姜郑主不用放,等我来打低他 姜德一看 原来这个人欲女阵的郑主 哎呀,高兴了 说一声多谢搭狗 就飞马走了 各位 以后过了很久很久之后 姜德才知道自己原来是上了王强的大当 错怪了杨家长 觉得没面见人了 就出家做了和尚 这些呢,我们现在就不说他了 再说一下杨忠英,他拦着箭马 定眼一看 只见截着自己的这元女将 全身披甲 搏搭花糊尾 老后就持鸡铃 手上拿着大刀 背后背着保剑 威风凉凉凉与众不同 这个女将将手上大刀一挽 喝了一声说 杨忠英 你逼走了姜翠萍 打破袁武阵 又闯进来我的玉女阵 今天我要拿你的性命 说完,冒起大刀就劈过去 杨忠英连亡挺枪迎战 打了十几个回合 谁知道这个女将突然走出左手 拔出保剑 对着杨忠英的银枪一斩 嚇一声 杨忠英的枪头就被他上了落地 哎呀 杨忠英吃了一惊 就是他抖了抖的时候 女将大刀一斩 对着杨忠英斩下来 杨忠英连亡得了头 只听见哭哭一声 把刀在他的头盔削过去 跟着女将又反手一刀 刀尖又滑正杨忠英 战马那条颈 痛到一声西叫 好像发颠那样流着血 跑出了玉女阵 向着宋军营寨跑回去 那这园女将正说要追赶 杨忠保杨忠勉就立刻冲上去顶住 打了几个回合 闭加火了 杨忠保杨忠勉不够打 就被那个女将生禽活足了 一个主将走了 两个主将被禽 宋军没人指挥了 哈 杨家将确是不同 是使得的 他们带出来的兵出 究竟战阵临危不惧 他们一个都没有乱走 而是个个拿出弓箭固守阵地 如果撩兵敢杀过来 就要万箭齐发 实行死亡 但这个女将没有冲过去 她立定马大声地说 喂 你们送兵听着 快点回去说给穆桂英和杨六郎听 叫他们火速出来受死 我在玉女阵等着他们 宋冰就趕快走回去 将经过情形报告给穆桂英知 穆桂英听到大吓的吓 他连忙下令中将官 跟着我出战 除了留下杨六郎阵守大本营之外 其余所有将官一起赶到玉女阵 穆桂英在碎旗之下 勒着战马向对面一看 咦 只见这一园辽国女将 衣服袍夹在辽国打扮 但生得渺渺渺渺 五官相貌是个中原小姐 穆桂英说 重将官 和本帅押着阵脚 等我和他交战 说完 吹马就去到战场中心 这个辽国女将 见到穆桂英就问了 你是谁 本帅穆桂英 啊 穆桂英的千金小姐是吗 失敬了 九文穆元帅你文武全才 今天相见真是三生有幸 小姐你过奖了 请问你贵姓高明 我父亲是辽国大都督 姓黄明川 我叫做黄奉仙 奉了萧太后和韩元帅的命令 振手续女振 穆元帅 放马过来啊你 黄小姐 不要以为你能够战败阳中英 组了阳中保和阳中面就很了不起 你要知道 我们宋朝兵多仗广能人众多 天门阵迟早必破 黄小姐 你还要及早想想自己的前情好啊 哎呀 穆桂英啊穆桂英 一早就听说你唇枪舌劍 好会讲话的 今天相见果然是厉害的 但是你想说服本小姐 你做梦吧 不要说那么多了 来来来 你打赢我 我就投降 打我不赢 我要你的命 穆桂英微微冷笑 拿起大刀正是想动手 突然间后面有人大声喊 袁瑞等等 杀鸡烟用牛刀 等小长来打他 穆桂英转头一看 各位 原来这是何庆 是的各位 何庆为何要回来这些事呢 大家还记得 何庆在青龙镇返水 投降松朝 和姜德打的时候受了伤 八言王就放他假 叫他和老母 和萧艳秋 就回去京师养病 近来他的伤好 就赶回前线 今天刚刚来到 听说大家都在玉女镇 他就连王追到人这些事 刚巧就撞正 穆桂英要和黄奉仙交手 何庆就说等他来打 穆桂英说 何将军你回来了 你原女将勇猛非常 要多加小心 小长知道 说完 何庆手执双枪 就吹马上前 黄奉仙一看他 就骂他说 呸何庆 萧太后代你恩心似海 你竟然在青龙镇返水 你真是个忘恩负义之徒 今天我要拿你的人头 也也呸 我是堂堂大宋的子民 怎会保你的辽国 我劝你逆快点投降把握 若非天门镇一破 你就死无葬生之地 呸 看刀 闯一声 黄奉仙的大刀就斩过来 何庆就举起双枪迎敌 两个人打了十几个回合 黄奉仙就挂好一把大刀 拔出宝剑 一个回合 就将何庆双枪的两个枪头 全能削断了 喂呀 这么厉害 何庆飞马就败退回阵 各位 黄奉仙这么厉害 怎么才能够修复他呢 逐之后事如何 扯定下回分解